这边就是地铁4号线Colinford 也是一个火车站 今天是我第一次前往波兰 波兰的一个小镇叫Krakow 它的旁边是一个著名的地点 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作为我这么一个二战研究的专家 能去前往奥斯维辛呢 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 今天就要去实现它 但是我这个时间选的可能不太好 因为今天是圣诞节的前夕 明天就是圣诞节 然后他们可能要放假 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些人 我这边是一个后车室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圈人 这个地方是车站 就是那个巴士 巴士的车站 这个车站的那个站牌 是我见到全世界最屌丝的站牌 因为我当时还有几个印度哥们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看 说这个是不是车站呢 我问了好几个人 他们就是那个 在那边车站工作人员 他们说你往前走拐过去 就是拐过去之后就是这个位置 可是我没看着站牌 后来特别是经过一些人的提点 后来来了两个老头 可能是波兰人 他说你看那个柱子上有 我们一瞧 哎呀 那个小字 那个小啊 就跟那个中国 在在这个是这种柱子上贴的那种 所谓的广告一样 你知道吗 特别特别小 然后我当时就被震惊了 因为他那个柱子 他那个站牌就是贴在柱子上的 然后底下有一个非常大的站牌 是154的终点站 然后那个 那个叫那个波兰的那个 穿戳巴士的那个那个小站牌 哎呦 小的可怜 而且还是还是圆弧贴的 哎呦 而且你看 现在已经是快11点40了 45的车 现在车还没来呢 大家都在这等着 哎呀 我在波兰待两天三宿 三天两宿 晚上的舌头也不利索 布达佩斯的夜景 这就是我刚才待那个位置 我这个ipod的这个像素不是很高啊 所以可能就照的不是很清晰 小但同时就是